今天,12月2號星期三 錄下第二個影片 回應Bunny O先生的電郵 這個郵號就是Cheadle Hume High School的郵號 我選擇這個郵號的一里半徑範圍 我選擇一些阿歐先生想租最低的房間 我選了500-1000磅一個月 我們先看看 我們先選擇最低的價格 這間695是房子 這間房子來的 但是很可惜,已經租了 這間和這間基本上是一間 這間700磅,這間還未租 兩房、Apartment 我們先看看 這間房子也算不錯 700磅一個月 就是這樣的 很傳統的英國Apartment 700磅 離開那間學校就定點6米 這間就租了 這些都叫做Led Agreed 就是租了的了 這間700磅還未租 這間775便租了 這間775便租了 這間800磅還未租 這間850磅還未租 這間850磅還未租 看看它的環境 這間850磅還未租 比較高一點的 大型的 大型的 就是這樣的 就是一個普通的地方 這間925 開始貴了 這間也不錯,我想是幾新的 925 這間是925 但這間呢,我知道在哪裡來的 在大街來的 還有在一些商業的店舖上的 這些呢,我就不會考慮的 因為很吵 還有很雜 這間950就租了 這間就是995 這些是屋來的 但也租了 這間就是屋 這間就未租 Bramhall Park Road 這個地區不錯的 就離開Chillohim Grammar School 就是0.8米 一米都不夠 走路 走四五個字 這間也是995 但也租了 這間 這間995 Fountains Road 在Bramhall 已經去到Bramhall OK 我們呢 把範圍擴大一點 去到1000磅至2000磅一個月 又是那個油耗 我們看看有8間 1100磅的這間就租了 這間是屋來的 1100磅也租了 1250磅屋來的又租了 1300磅 1300磅又租了 1400磅又租了 1400磅又租了 這間跟剛才那間一樣 就租了 1500磅 哦 4房的Townhouse也租了 1700磅也租了 1700磅也租了 那歐先生呢 就跟我說 他那個小孩呢 就會在明年的5、6月來英國 那麼 到時呢 5、6月呢 英國的學期呢 都差不多結束了 因為是6月尾 7月頭就結束了 學期 最遲就7月頭才結束了 所以呢 應該那時候呢 就要等到 2021年的9月 才再開班了 這樣 歐先生呢 就可以申請 9月那個學期 就現在要申請的了 現在要申請的了 但是如果你說 中途插班的 那一些就叫做 In-Year Application Apply for an In-Year School Place OK 那你就要上一個 Council的網 我們這裏柴棍呢 就叫Tresher East Council 那Tradle Hume 我就想應該是Stoppard Council Stoppard Council 那你就一樣 那個網站的 那些 形式 程序 插班程序 都是一樣的 就是這樣 那你申請 你申請插班的時候 一定要 一定要 一個很重要的 就是要先找一間學校 比如說 歐先生那個小孩 是打算進去Tresher East School 那你就要 找了那間 學校有沒有位 有位 你才可以插班 如果沒有位 英雷王的兒子 想插班都不行 OK 這件事是最重要的 所以你就要做一個 步驟 就是 找了那間學校 你心疑那間學校 有位 那你就才可以 跟那間學校聯絡 然後才經過 啟動這個程序 Council這個程序 插班 就是 Schools Admissions Apply for An In-Year School Place OK 那 歐先生的小孩 就明年 五、六月才來 那我就建議 歐先生 就是 五、六月來到 就找到一個地址 下了腳 有了一個地址 你才可以找學校 找到學校 是九月的 九月就不是插班 九月就是正式 你是九月份 那個 秋季那個學期 就進去讀 所以這個就不是插班 但是呢 你也要 之前呢 你最有聯絡學育學校 告訴他 你會過來英國 在哪裡 比如說 在初學 或是 你下腳 你先告訴他 你先支援他一聲 讓他呢 盡量呢 有沒有辦法 跟你立一個位 這個呢 就是很重要的 那你過來了 當你五、六月過來了 找到地方了 你就要立刻 發派出去 通知學校 你的小孩 就在英國 哪個地方下腳 比如說 出了圈 你拿到地址 有了這個 租約了 肯定了 住這裡 你就發派出去 去申請 就儘管你的位 otherwise呢 英國的學位 就比較 挺緊迫的 即是 不多的 還有呢 它有一個 趨向 就是 是給 本身 有姐姐 哥哥 在那裏 讀開的 學生 給個位 譬如說 我 我女兒 我女兒 即是 她姐姐讀開的 她會多數選擇 給個女兒 給個妹 那樣的 另外呢 就是 看看你在那個地址 住了多久 譬如說 同一樣 都是Bram河住 但是你住的時間 一個就住了10年 一個就剛剛進來報到 這樣呢 她就會 給住了10年 那個小孩先 因為她是有一個 History 即是你知道 香港也有一件事 叫做 借地址 借地址來申請學校 英國也有的 所以她就會有一個 想法 就是說 你的地址 不知道是否是 故意借一個地址 或者暫時租一個地址 你來讀這間學校 如果你說 在那裡住了10年 有證明10年 她就會給你 那個人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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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優先 給你優先 所以呢 歐先生呢 就廢廢廢 如果你想著 你的小孩 是有 真的落實了 過來讀書 你就要廢廢去決定 找地方 如果不是的 那時候 沒有學校修理 你就比較麻煩 可能要跨區讀書 跨區讀書 跨區讀書 三幾米路 你都要開車 早上開一轉 下午 下午 接他開一轉 都很麻煩 而且 因為你初到 初來報道 很多東西 你都不太習慣 如果小孩 讀書上學 的時間 影響到你工作 就更加麻煩 影響到你工作的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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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情況 所以呢 我就贊成 歐先生呢 快快去去決定 這件事 如果你有小孩 那另外 有些什麼呢 呃 基本上呢 基本上呢 都講完的了 那 歐先生呢 都講到 租盤的時候 因為呢 我都有一些朋友呢 有一個困難 就是來到 如果你不是在英國 的居民 即是長期居民 你沒有工作 業主呢 是沒有這麼想租給你的 那 有 有 案子 就是說 一次過要給半年租金 就是這樣的 有機會 還有 要你一個 就是 你想想 因為他現在租盤 啊 樓宇買賣都很活躍 他 他覺得 不租給你 不是一個很大的損失 因為不租給你的 下一個就有人上了 所以他就不會太考慮 有一些 就是問題多的 問題多的 租戶 所以呢 歐先生呢 也要想一想這件事 OK 那今天講的呢 就是這麼多先 遲些就再錄 拜拜